我們先來看中華八道一間都在睡人的公務 今天早上六點倒火 因為一路是電動機車行 東西是這麼多 火燒到吃飯 還有佛材的聲音 稍後另外我們冠軍去遭救 救出四個女婦 兩個女婦 其中有三個人救不回來 倒火的原因 又要調查 緊著我倒火燒到吃飯 一直唱烏煙 又不時會團出佛材的聲音 躲在裡面 臉上是趕緊向我倒閃 站在旁邊看臉上也是很緊張 小鳳姐完整個保安以後 還到現場爭水打火 也每天老去搜尋 中心睡在裡面 四個女婦跟兩個女婦人救出來 集中有三個人讓人救出來時 已經沒有生命現象 善意救救以後 油管不得失望 尤其是我們醫院這裡面 還是我們醫院的洗身病人 這間火災發生在三十早 六點左右 中華報道這台做給人住的公園 最終發生火災 因為是兩棟 踏通三棟樓的公園 裡面計作十五個人 訪房 火燒在燒是很快 一樓是電動機車行到鐵皮的窗口 住兩位電梯頂頂的東西 也讓大火燒到吃飯 出租標誌一邊上隔在二樓 懷疑是對一樓開始得會 要得過火 只要得過火 只要得過火燒 只要得過火燒 我們出來 我們在那邊就穿的 出租標誌一邊上隔在二樓 懷疑是對一樓開始得會 只要得過火燒 只要讓火燒 火燒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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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燒 燒到日子是要怎麼過 如果我媽媽沒有救我的話 我只能在裡面 就是希望就是有人可以幫助我們交通工具 因為我們現在交通工具根本都沒有 管府跟公司都表示會提供協助 那是靠近這檔 就沒有有違憲還是違法基金的問題 管府會以法來向處處追求這件 因為明確的火燒 要還要等待調查 記者總括報道